天线宝宝 来 你不吃啊 喝 这王爷喜欢吃虫子 没天气抓 我让他抓一虫子 味道有点多了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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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吃啊 是不是给他吃了 有八个多猛 吃一下 八个鱼 应该出锅了 不吃了 王爷爷在喂 一 跟八个差不多大一点 八个大一点 还要 还没出锅 落草太早了 吃了一个 被八个抢了一个 八个小鱼 像是想要的喂 看你们说 我说这是特油的物种 然后你们很多说什么 武兰油 广西油 我知道油 很多人问我 去年就有了 广西的问我 剪刀什么样 今年也有 湖南也有 我 分鸟是按照 我们整个武汉市来分鸟 还没饱 希望你刚刚不吃 整个武汉市 想看到这种鸟 就要在武汉的最南边 就靠我们这边 然后我这边特有的物种就是 你想看到三宝鸟 也是在这边 指的是繁殖 繁殖 距离 千禧路过就不说了 然后蓝和丰谷 陪关砖水 蓝翡翠 还有啥东西 反正 这些 很特有的 就很奇色的吧 这样子 应该在武汉想看得到 就一定要往这边跑 因为他们在这边繁殖 每个地方的物种 其实都不一样 就同一个市 就是同一个区 它有的物种也不一样 我们这边靠山 又靠平原 也不算平原吧 所以它的物种 是比较丰富一点 他们对环境的要求 比较高一点 就是我其他的 整个湖北 拉里拉里 这个湖北也有 每种鸟它呆的区域不一样 它感觉各样 你要按照整个湖北的区分 整个省的区分 各种鸟 基本上都会重叠 大部分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鸟 不会重叠 像云南那边特有的一些东西 可能其他地方没有 刚刚不知 就打个词了 你要吃种子 还是大麦种呢 老鼠杯 买了西蟊 玩了 西蟊 没到 买了没到 西蟊都要红 红火了就吃了 晚上是扎里桶子 玩意儿根本不像模型 看我喂的都是老鼠 怕它营养不好 黑猫也退得挺快的 比昨天 不过这个灰宁礁 我说我们这边没有 不是代表湖北没有 是我们这个区域 这属于湖北的 黑石长角域 我们这边有 但是不在这边繁殖 然后南侯峰湖 也算是这边特有的 武汉地区你想看到南侯峰湖 繁殖地基本上就在 武汉的最北边 靠我们这边 在其他地方应该看不到 繁殖地 在黄培和新洲 那两个地方应该会有 其他区域就是没有的 可能前期的时候会露我 可能前期的时候会露我